各位好 我们这一系列的人像 我们昨天为止 我们大概快十张了 有不同的观念 我们也陆续讨论 好比说我们曾经画过了 像这样的一个美女的图片 背景呢 大部分都是非常均匀的 这个暗面 好像是在摄影棚拍的一样 当然这个就是 网路上里面截取下来 所以我们看不到 前面后面它的大自然的光线 但是呢也因此 它的光线十分的均匀 或者呢以明度来讲 我们它的明度呢 它就十分的接近 那这个的方法呢 我们在测试 投到网路上去以后 反映发现 它比明度差异大的这个方式呢 强调色彩的这种人像 它来的比较点阅率比较高 那我想大部分的看法就是 它比较接近真实的人 因为我们脸或者是我们的人像呢 有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色彩 这种情况不多 所以我打算来用 Yellow Ochre跟Cyred 这个就是 Yellow Ochre 那这是Cyred 这两色为主呢 来调出这样的一个暗面的色彩 我们晓得色彩里面呢 这个红黄蓝三个颜色里面呢 这个Yellow Ochre呢 这是个暖色 这个呢 是一个中性的色彩 所以如果我用这样的一个底色 来作为我们的交界的一个暗面的时候呢 那亮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往上面走 好比说我们这里的白一点点 暗一点呢 我往这个Terra Aceride 或者呢 是往这个Alyserine Crimson 这个方面去走 所以呢 对于整个色系的影响就不大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在红黄之间 它对于蛮符合我们肤色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如果要调 用调色盘调出 4.8到5.2的明度呢 那就非常容易 好 我们来试试看 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